好,各位早晨, 聖誕快樂, 不過喜八才, 手勢都是 是,中國人不過陽節, 冬節快樂 當然, 過不過陽節也好, 始終都有一個客觀的節日在 我們借這個節日來看看市況 很多人都說聖誕節假期是一個長假期 看一看香港的經濟情況如何 昨天的畫面所見, 雖然實際上進行了一個人潮管制 尖沙咀方面, 人流都說很多 但是有些報道都說, 入境處統計有五十多萬人次出客 即是叫離港, 比起入境的旅客有25萬缺口 當中大部分都是北上遊玩 也有不少人出境旅行 昨天西九方面, 尖沙咀有煙花題 即是水上煙花, 或其他表演題 令到氣氛非常好 也有深圳的旅客說, 專程來到香港感受一下這個節日氣氛 但也有些人說, 未去到半夜 就已經開始照人散, 跟以往的聖誕節似乎都很有距離 未去到半夜就叫人散? 即是, 人們開始走 哦, 那怎樣夜班睡呢? 是啊, 那就, 應該未回復聖誕氣氛 聖誕氣氛也不太強 當然, 除此之外, 還有其他事情說 包括酒吧業, 訂座率在聖誕節期間不足七成 那即是, 相信今次的聖誕檔期生意 就比去年, 就應該倒退30% 那有些零售界, 譬如說有些開店的朋友都說 雖然今年對比在去年來說 大數是有增長的, 但是增長幅度 似乎都不似預期, 即是說, 似乎這個 在香港的消費, 和大家想像中都普適合出入 還有, 現在的機票和酒店都還是稍貴 其實現在去旅行, 我接受不了其實和疫情前 那些酒店貴了一成倍 即是我們要說去日本算 即是香港也是貴 所以, 令到我都覺得是 即是, 如果去旅行 那當然, 有些人就留港消費 有些人就離境消費 離境消費當中, 包括去深圳 也有些人去國外 其中一個就是立法會議員林素偉 林素偉最近去了日本考察 但是他在網上就說 日本的電子支付又落後於內地 所以就明白為何所謂日本經濟蕭條 旅遊業不振 言論出來之後, 似乎爭議都頗大 包括有些人就說 日本旅遊業正在升, 怎會是不振呢? 有些人就直接說他, 說得這麼好 你不回大陸旅行 這件事就算是爭取了兩天 到最後, 最近林素偉說法就是 都是分享一下生活點滴 跟半年前他都訪問了內地十個城市 就考察了 就是想緩和一下這個情況 有些人就說, 因為他買不到水果卡卡 就是西瓜卡卡 買不到, 因為日本一定要用水果卡 就像香港的八達通 他買不到就在那裡吵 那些人就說, 不是喔 其實呢, 因為你不認識 你就是... 因為他想買實體的 他說應該買現在要電子的 就是在手機上的 所以我不知道究竟是情況 但問題就是 日本經濟蕭條就是旅遊業不振 應該不是事實 至少經濟蕭條就是事實 但是旅遊業不振 在日本我見到的人 所有去完回來都是人山人海 連的士都截不到 那些人以前覺得日本的士很貴 現在說簡直的士通街都截不到 那旅遊業是很繁盛的 因為這東西實在太便宜 所以其他就不敢包 至少這東西是不對的 所以是... 這個可能都是為了 愛國愛港做出來 因應政治的狀況 但都要符合事實才行 那我們又回頭看 就是... 香港有什麼可以借減呢 在這方面 即是說旅遊業 即是香港現在就說 想重振經濟 要吸引旅客 有什麼可以配合到旅遊呢 那些東西便宜一點 面樓好一點 即是你不能夠 一直沒有人來的時候 那些東西還這麼貴 即是你酒店機票都這麼貴 你又沒辦法可以接受 即是你現在只能夠降低價錢 去回合理水平 而且那些人當然 因為西面一定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有些人就說 如果成本下降 但是對旅客收稅又沒有得想 即是好像日本有10%稅 那樣 即是有沒有得想呢 這方面 我想香港已經沒有資格交稅了 收稅了 現在暫時 即是... 我想我們要面對現實 雖然香港很多人還未肯面對現實 魚蛋燒賣夜繽紛的那些 那些 即是你是一些比較出名的魚人 即是做好的質素 而不是有什麼就吃 有試一試那些 那些 那些 我想香港的官員都挺有錯的 所以會出現這些狀況 當然有些人都說 會不會學一下 譬如說其他地方 這樣搞一個 譬如說文化圈的物體 利用這個文化的 即是白環也好 或者是一些園區也好 去刺激或者吸引的人去看 或者消費會好些呢 哈哈 你想就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你如果你要去搞文化圈的話 首先你要這麼多文化的人 才可以香港哪些人有這麼多文化的人 香港出來看看那些地方 你不如去看看香港十八區地標 究竟悲傷到什麼程度 好嗎 對嗎 即是你都不會說 香港都沒有什麼藝術家 沒有什麼東西 出來稍微有一點點已經 彈起來了 即是那個 是完全那個 香港或者一些樓 那些叫做建築物 那個品味是令人噁心的 所以你是很難到 令人覺得會搞一個文化圈 你不如看看金字經講場門 那些東西究竟有多噁心 好嗎 那些人已經來影響打卡 即是其實中國內地的人 來香港的時候 他已經是很大的容忍度 即是因為你有這樣的人 如果你是歐美來到香港 你已經沒有辦法去接受 或者反過來 香港本身有什麼 本地的文化特色 是可以拿來做賣點呢 其實他可以搞好食物的 但是香港人對於食物都不好 搞一些飲食 以前就搞一些購物 因為以前香港是購物天堂 但是香港現在 因為你的租金太貴 所以你的購物 其實你便宜不到歐美 你便宜不到其他所有地方 即是鬼佬 你是理論上 你是不用購稅 不如你又說 購買不買 香港便宜些 還是歐洲便宜些 絕對歐洲便宜些 以前那些人 因為外國有購物稅 那些 但是香港的東西不得便宜 因為你租金太貴 你根本蓋不到 嗯 所以始終都是地價的問題 香港從來未試過 你明白嗎 香港從來未試過 是靠 品質去贏的 香港從來都是靠價錢贏的 OK 那就是 無論如何都好 價錢 或者叫做地價 就是圍繞了香港 都是一個核心問題很久 那就是 2023年年尾 到新一年 2024年 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呢 那就是 未知之數 那就是 說完之後 我們又看看其他的新聞 首先看看這兩個國際新聞 就是內地 內地呢 那就是 最近有一宗非常大的 就是和上海迪士尼有關 那上海迪士尼樂園 有一個主題園 它叫瘋狂動物城 那其中有一個 的遊戲項目 叫熱力追蹤 那熱力追蹤 就發生了一個事故 需要停運 那就是消息 就說 那就是一名女童 坐這個纜車的時候 中途就打算 跳車拿回 這個隨身物品 好像有些東西掉了 即是發箍或者其他東西掉了 中途跳車 結果 就被另外一輛遊覽車撞到 那事件發生之後 相信就是 導致這個 遊戲項目停運的原因 那這個 都是一個愚蠢 那女童究竟多少歲呢 嗯 我想都 四到八歲左右 那媽媽應該要有好些教育 還有有好些監管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相信這件事很明顯 你可以有什麼 你可以有什麼 留言 那件事 就是如果你不去教育 小時候 我們經常都會見到 有些人 譬如說 教育很重要 譬如我經常看這片 那些人是 維麗開車 那些 那些是教育不足的問題 就是維麗過馬路 維麗開車 維麗駕駛 或者維麗做這些 都是教育問題 就是沒有家教 嗯 那這些事件 似乎在內地 都不止發生過一次 那有些是機動遊戲 有些是動物園 那譬如說 在園區那裡 就下了這個觀光車 然後就被老虎襲擊 這些都有 之前都有發生過 那如果是站在管理角度 有什麼可以做呢 沒有辦法可以做 因為實際上 其實如果你這樣做 就重罰他們 但是你又不行 你如果下車的話 一下車罰五百 那些人一定不會下車 是嗎 是嗎 你違規 違規罰錢 就是如果是一個合理的話 這樣就可以 或者是一個政府 可以違規罰錢 對這些人 但是這個世界上 很多人需要和人合大聲 就是香港很多 大陸很多 或者全世界很多 你可以用嚴重的違規罰錢機制 去處理他們 但是問題 就是暫時說 沒有一個政府會這樣做 就是這些 無理取鬧的人 你可以去違規罰款 就是很無理 或者無理這樣的人 違規罰款 或者小朋友跳去罰的爸爸 但是那些人更加不生孩子 那這個也可以是一個方法 如果小朋友跳下去罰他爸爸罰他媽媽 那就是說 代表爸爸媽媽又要有那個 要有那個叫做擁有權 因為現在小朋友 小朋友這樣說 小朋友的產權屬於誰 產權說的 擁有權屬於誰 屬於政府 所以政府可以拉你去當兵 拉你去做所有事情 但是爸爸媽媽不行 所以產權屬於政府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 是沒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給他產權屬於老頭 老頭 老頭打死他都沒事 那麼 那他就 當然要 那個小朋友做什麼 當然是老頭老母受罰 但是現在不是 嗯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典型案例 之前有發生過 之前那些是成年人 現在這個就是小朋友 之後會怎樣 有什麼政客出台呢 譬如說 又要多裝幾隻攝影機 或者是直接罰錢 沒用的 你裝攝影機不罰錢 你最多勸著他什麼 然後他又捋了底 那些小朋友又怎樣 你這些 你這些 因為你都說沒有加教育 但是你沒有加教育 就因為政府 老頭老母 什麼是我的 我打他 我打他 你被拉坐牢 那怎麼辦 是吧 嗯 所以新時代教育越來越困難了 那說完這個之後 我們又看一看這個兩岸新聞 那也要講一講台灣 不過今次呢 不說大選住 就說什麼呢 就是說 有多名的台僑 就是 據報就說 拿這個台灣的護照 就打算入境古巴 就是去旅遊 但是結果呢 就去到機場的時候 就被這個機場管 即是邊境管理局的官員 看到他們拿台灣護照之後 就以這個中國不承認台灣 為國家為由 就當場扣押護照 並在隔日之後 就將這些人 即是原機遣返回加拿大 那另外也有些台灣人就說 就是拿台灣護照 進去古巴的時候 都被拒絕入境 那就是這件事 就開始在台灣的輿論場那裡 就叫做有些迴響了 是 那就是首先呢 就是 他們拿了簽證 你一旦不給他簽證 那就沒問題 但是你拿了簽證 但是呢 它說 古巴就說 這個是新政策 就是剛剛你拿 那事實上 你拿了簽證 你也是可以不讓你進去的 因為隨時你轉 拿簽證 比如美國 覺得你女人去到美國 是想嫁的 想問你男人嫁的 於是他都可以不讓你進去的 那所以拿簽證 就不是很大 那現在就改了 你就回去 那因為現在 古巴就跟中國 反正 就跟台灣不反正 那就這樣做 所以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台灣就會覺得是打壓 但是問題 它有本護照的話 根據我們看到的話 至少它的護照寫著 中華民國 是需要台灣的 即不只是寫著台灣的 都是中華民國這個字的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是不承認中華民國的 所以以前可以 不是代表今天可以 這件事周時都會發生 在國家和國家的關係之中 上一秒鐘 突然這一秒鐘 改變了 周時會改變 那就是這個 當然 按這個說法就是 古巴規定 民眾如果持有超過六個月的台灣護照 或者購買觀光卡 就可以入境 但是暫時 就因為 就是叫做 資訊未明朗之前 就是台灣地區政府就說 就是台灣民眾 就暫緩前往古巴 雖然因為都未知發生什麼事 雖然古巴都挺好玩的 古巴有什麼玩的 古巴以前 美國的人去滾 全部都是去古巴的 去玩那些 海明威爾那些人住在古巴 就是很瘋 很好玩 就是很好玩 墨西哥 因為文化底混好的墨西哥很多 但是 自從卡斯特羅之後 就全部轉換了 嗯 那現在呢 現在你換得很好玩的 很久 其實 你有沒有去過 你有沒有去過山頭 沒有去過 沒有去過 以前的山頭就好像這樣 就是你看到以前的繁榮 很多 很多以前的繁榮 現在的繁榮 今年的梨薩 今年的梨薩 教宗方濟國主持 他就在這個聖彼得大教堂那裡主持 在港道的時候 就說到這個聖地的衝突 也都在藉著這個港道的時候 就說正義不會來自於武力展示 配合現在的國際環境 又有這個沃烏 又有這個古巴 這個方濟國似乎都在回應這些現實的事件 這個教宗都多次呼籲了停火 或者之類的事 那我不如這樣說說 那些人現在應該說 在百里行或者所有事情都沒有了 沒有了那些慶祝 以前的時候很多基督徒走過 因為耶穌在百里行出生 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會去那裡慶祝 慶祝Christmas 那就是耶穌 或者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最大分別在哪裡呢 基督教其實是一種普世宗教來的 所以他就傳給一些非猶太教 猶太人最後就在西方攻陷了而成功 正如佛教 佛教在印度已經沒有了 但在印度以外的時候還是很大幅 很多信徒 在中國應該是最多佛教徒的地方 那他們是屬於一個大外 一個普世的宗教來的 而是猶太教那一字的天選之文 他們就完全是一個不是普世的宗教來的 所以比較和平 就是你給他左面打 人家打在左面 給他右面也給他打 我忘記先打在右面先打在左面 但是猶太教一直都在說 要殺死人或者所有東西 所以當你讀新約和救約的時候 你會發現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觀念 當然 當然我可以說耶穌是無權無勇 或者如果耶穌很打得 手上一堆兵好像穆罕密德 他會不會有另一種想法 因為他手上 計算死的時候 那一天都有十二個門徒 有些可能是他老婆、子女 有些說法說 摩大雅是他的老婆 所以有些說法就是一個弟弟 那時候有很多 甚至是拍過紀錄片說這件事 就是說找到耶穌的墳墓 所以猶太教和基督教今天是不相互 基督教已經迫害了猶太教很多年了 基督教到了後來的時候 當然到了後來的時候 當他打得的時候 已經完全轉了嘴唸 當耶穌那年代不能打得的時候 就是這樣 打得的時候 立刻又要迫害人 又要打又要聖前 又什麼又七 那些 但是如果說比較原始 基督教在耶穌年代 就比較和平 跟猶太教本來是不相互的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就跟猶太教 那些叫做什麼 什麼什麼一氣 坑坑一氣 也不會讀那兩次 嗯 坑坑一氣 是不是 我忘記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會和他們合謀 然後之後 他這個教宗 當然是富裔加沙庭火 和富裔卡馬斯 就是釋放所有民旨 但民族 人族 但問題是他也沒有說 是贊成兩個方案 嗯 是的 就是這樣 或者這麼說 如果教宗 或者叫做教廷 走過去做一個實際性的 呼籲和談的話 那大家會不會給他面子 呃 什麼時候 應該是當要打架 當要什麼時候 就不用給他面子 對嗎 嗯 就是問題就是你 當欺少了利益的時候 我想教宗都會殺 嗯 所以我想不存在這些問題 嗯 當然就是聖誕節 其實西方聖誕節有兩個 一個就是10月25日聖誕節 另外就是東正教1月7日聖誕節 本身呢 俄羅斯也好 還是烏克蘭也好 基於東正教傳統 是1月7日慶祝的 但是今年呢 那就是烏克蘭總統 就在7月的時候 簽署一行法律 放棄俄羅斯東正教1月7日 聖誕節慶祝傳統 那就是立法仍然來 第1個12月25日聖誕節 那也就是說 今年呢 是烏克蘭第1個西方聖誕節的 過的情況 那就是 那就是 就是平安夜道支持 就說 所有烏克蘭人都會同一天 作為一個大家庭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就一同慶祝聖誕節 哦 第一就是聖誕節 如果是東正教的聖誕節 算不算是俄羅斯的呢 就是東正教而已 不是代表俄羅斯的 因為其實希臘很多都信東正教的 但是它現在就是 全面是 它要是等於日本這樣 日本是當年的時候 是全面西化 就把所有的自日 就變成西化 但是問題是 有些自日 是要跟月圓有關的 例如8月15 1月15 那些字 俄邦那些 現在是8月15 7月15 就是8月15 那俄邦是最大的字 那俄邦是 那俄邦是 直接就把他變成 不理他越不越晚了 即是越難節 越難節 他不理他是不是越遠了 中國就是出自日15 但我記得 日本的8月9 我忘記了 他不理他 總而言之 那些日子就這樣變成 強硬地扭曲了 那現在其實就是 它這個狀況就是一樣 我全面西化 每天都西化了 就是這麼簡單 那就是 所以就比較奇怪 但是相信是 中國曾經試過 是不做過努力新年 你知道的 所以才有春節 那時候就是想不過努力新年 但是到了最後都是 忍不住的壓力 到最後都過努力新年 那時候中國曾經試過 玩了相同的東西 但是現在我們都是 過了一些東湯之日 所以我很懷疑 他這個做法的話 會那個 當然我們試過無數次 日本、中國很多都試過 但是究竟會是怎樣的做法 我們都相信是要拭目以待 其實廢除自己傳統的話 譬如好像日本那樣 現在的日文和五十年寫的日文 基本上那些人是完全聽不明白 七十年寫的日文是完全聽不明白 因為全部日文都西化了 或者是韓文 或者是越南文 那全部都已經是大家看不到故事那些東西 那現在他們把傳統系全部廢了 其實現在 烏克蘭文和俄羅斯文 俄羅斯語 其實都是很大的分別 本來那個分別都越來越大 現在漸漸有些 打了幾場戰爭的人都說 我不知道這個真實是否 那些人都說 好像我們現在和俄羅斯人都要說話 都要翻譯 以前是不用翻譯的 是啊 就是這樣 就是我聽到 看到一些報道 一些評論是這樣說的 就是烏克蘭改革日 既然都說到 也要說一說 這個奧會戰爭 踏入2023年年尾 戰爭的長度 都應該超越了 一開始開戰的時候 各方的預期 按這個 紐約時報報道 似乎有一個新的消息來源 就是 普京有特事傳出 就是想著 凍結當前戰線的戰鬥 就是想著簽這個停火協議 就是說要有這個 擁有當前的領土 然後就想著希望結束戰爭 這件事就不知道真不真 因為都是美國傳媒所說的 只不過有些人就說 都打了這麼久 那是不是會有這個停戰呢 或者烏克蘭又肯不肯呢 就是有一個新的土落 烏克蘭現在因為發生了爾巴戰爭 所以烏克蘭能夠拿到足夠的援助 能夠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 是很難 所以你會發現 習近平說這些事情出來瘋了 比如說會做到100萬架 無人怕自己 類似這樣 那又要再動員到50萬軍隊 那你動員到50萬軍隊的話 你似乎你也要有這麼多後勤 有這麼多東西才動員 就是現在 最新的就是 當以色列動員了36萬軍隊之後 到最後就放回他們 放回他們 放回他們回原位 因為原來動員這麼多軍隊 你沒有足夠的後勤是沒有用的 就是這麼多兵 原來你是打不到的 是一定有足夠的賓力 暫時來說 如果他打下去 有機會烏克蘭會輸更多 因為俄羅斯就是會拿到克爾科夫 當然他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克爾科夫和最重要的都是奧德薩 和旁邊的什麼爺夫 什麼馬哈什麼爺夫 很多 什麼尼古拉斯和爺夫 太多了 那馬上兜兜兜 就變成沃克蘭變成內陸國 如果一直打下去 可能會有這樣的結果 就是現在 沃克蘭的大反攻已經完全失敗了 就是大反攻失敗的意思 就是他已經將所有的錢已經耗光了 那而且大家都 我想俄羅斯 烏克蘭就已經是 只能夠是不大選 而美國所謂大選 那所以呢 他的紮羅內人 什麼叫做 紮羅內人 紮羅內人 紮羅內人的民望 已高過紮StrOnline 但是反而是 俄羅斯會做大選 那麼所以整個西方 現在是亂七八糟的 那麼我相信 如果一打下去的話 最怕就是他 軍心一膝的時候 就會突然間 會出現一個位子 是會冰霸如山島 嗯 烏克蘭很可能會出現一個位子 這樣就麻煩了 因為整件事你的錢所有東西都回不來 錢和兵器回不來做兵百二山島 現在唯一他最堅定的盟友就是英國 但問題是英國都是厚厚的 這麼遠的東西怎麼運到過來 英國又要船過來中國 再過來南海 又要過去去支持 什麼自己都搞不定 相信都很不可能 當然了 說俄會除了說黑蘭之外 都要說說俄羅斯 最近又說俄羅斯開始大選 在這個局勢之下 其實現在這個局勢之下 俄羅斯人收不收貨 他們會不會投給普京 現在暫時來說 是普京80% 所以應該沒有原點 暫時來說是 突然間發生了一些事 冰百二山島你就很難說 暫時來說都沒有原點 最怕烏克蘭不會再輸下去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戰鬥力 是很明顯高過烏克蘭的 就算看以前的時候 在半年前的時候 你看香港那些人 例如你看連登討論區 烏克蘭已經打到莫斯科 但現在你看到連登討論區 已經沒有人敢說烏克蘭打贏 但大家都說 還有 還有嗎? 是嗎? 是嗎? 可能我笑看 大家已經不要想像烏克蘭能夠再打贏 是的 有些支持烏克蘭的 我相信 但你認為烏克蘭會再打贏 支持烏克蘭當然還有很多烏賊 這就是當前的國際局勢 當然聖誕節 除了說這些之外 也要說一些跟聖誕節相關的事情 聖誕不可以提到芬蘭 芬蘭有一個聖誕老人村 最近因為 不知道有沒有偷人寄信 每天都收超過3萬封來自世界各地的信 導致芬蘭村 即聖誕老人村都說 不太頂得順 郵高都要請兼聖誕節過來幫忙 當局甚至說提供免費住宿 希望有人就會 因為這樣 過來幫聖誕老人處理郵件 哦 這樣 但問題就是 如果先說政治的問題 首先 芬蘭就加進去 如果俄羅斯搞定烏克蘭 下一個面對的就是芬蘭 現在芬蘭的人覺得是聖誕老人的發源地 所以那些人寄給聖誕老人 最自然的 寄給芬蘭 但是芬蘭不知道怎麼處理 都沒有迴信 都是非常無聊的做法 大家只是不想扔掉它 其實扔掉它是一樣 但是以前聖誕老人 你知道嗎 以前聖誕老人是綠色的 是嗎 後來一可 後來賣廣告出來給了一種紅色 哦 OK 所以聖誕老人本身都是 就是小孩子的童年幻想 但是 竟然可以變成 它應該是類似一個神職人員 但神職人員不是穿紅袍嗎 我不知道 但是據說以前是綠色的 就是我看到它在什麼之前的時候 就是綠色的 綠色衣服 就是我看報道 聽到挺恐怖 因為芬蘭也不少數 一個穿綠色的人 騎著純綠走來走去 其實像是偵察兵 像是派禮物 是 始終芬蘭那邊的局勢都還算好 軍區正在建立都還沒建立 現在又是聖誕節期間 都是講一講聖誕老人 我很想研究一下 究竟現在芬蘭的軍隊能否達到 以前是否能達到 現在都還好的 它2015年做過陸軍改革 思想又轉變了 就是參考了很多機動作戰的形式 但是我們不是看 始終那個是軍人質素最重要 西方的軍人質素從來都很差 是不是 你看得出 從來它的軍人質素 如果一打下去的話 永遠不夠東方野蠻民族打 所以這幾十年來 不要說以前 這幾十年來韓戰、越戰或者之類的阿富汗 都是除非以多勝兆 否則很難打得到 大批大批圖 芬蘭怎說好呢 用錯率比較低 即是他們用錯率比較低 一挖過輸了就掛了 只要像當年蘇芬戰爭一樣 其實蘇聯調整完戰術之後 其實芬蘭都很難抵達 蘇聯或者俄羅斯 好像從來未試過一打就贏 多數都是先輸後贏 有沒有呢 想想想想 都有的 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前 他對於羅馬尼亞的侵略就有了 這麼大的打罪事 那麼小 美國打加藍勒達也是無往而不利的 加藍勒達阿富汗 很多無往不利的 是啊 但是打阿富汗 你大家再看看 打阿富汗 其實他都會縮縮縮縮的 跟北方聯盟打 他都是支援 他都不敢自己一個打 打 打 海灣戰爭第二次的侵略的時候 有 蘇聯入侵匈匈牙利 以及入侵布拉格 那個不算侵略 那個是他自己的靈作反 哇 這樣派兵進去 別人主權國家都不算侵略 但是他只是靈作反 日文日報說是侵略的 我相信日文日報 然後還有蘇聯 他打 蘇聯我真的不要看到他打 但是他後來 當你死了一些人之後 他就開始厲害 但是最初的時候也是很差 所以這次 烏克蘭大 就是人們忽略了烏克蘭的一個很重要因素 烏克蘭是義無子 烏克蘭是可以打的 烏克蘭其實是蘇聯 大家忘記了 為什麼不可以打 至少他都有蘇聯的標案 他不是分離了很久 正如以色列大家 其實現在就證明了是廢柴一條 但是以色列最初的時候 忘記了當年的時候 他的基保姬的所有東西 其實是來自蘇聯 打的那幫人是蘇聯 蘇聯軍人 所以蘇聯軍人一直在的時候 就可以打 但是當你被西方腐化 再不可以打 而烏克蘭也是 烏克蘭未被西方腐化 一四年到現在的時候 一四年之前 他就是親狼的 所以烏克蘭 現在來說 他還是有蘇聯的標案 死人不要命的狀況 不過現在都差不多了 我想 現在差不多 現在差不多 所以我懷疑 所以芬蘭 我很懷疑他 真正一打到來的時候 那個軍心會在哪裡 你知道瑞典已經完全崩潰了 瑞典的軍人已經完全崩潰了 芬蘭可能只是 好像英國人 從小到小 英國很輝煌 我小時候讀很多 我小時候讀過大英帝國幾輝煌 所以那些 很多人就徒讀了 就是讀了那些 正如一百年前的中國人 就在那裡講一些 中華民族 那時候沒有中華民族 那時候就是那些漢人 大家大唐大明大清 有多厲害 那些 讀錯了那些書 芬蘭我覺得會有這個問題 你真的打來 打兩夜玩 可能真的好像以色列那樣 那就是 最好不要打仗 無論如何都好 國際都是和平 比這個戰爭更好 那就是聖誕節 不知道有沒有聖誕停火 那 看回1914年的時候 世界大戰期間 聖誕也有停火 那就是希望 最少是 停你老美 一個想遊戴 耳巴 耳巴 一個想遊戴 一個是依事難靠的 鵝烏 現在是聖誕的地方 1月7日 好嗎 如果你有去的地方 現在你信了 12月25日 坐在那裡 要浪費聖誕停火 人家那時候是全民西方信 12月25日 那就是聖誕停火 付得西線 是不是 無論如何都好 都希望世界和平一點 今天暫時去到這裡 多謝大家 想請教一下 如果我用VPN 去Login Online Banking 我Online Banking的User ID 和Password 是否會經過VPN公司 而VPN公司 是否會 track到我 Online Banking的Login ID 和Password 還是Online Banking的 Web Site 或者App 是encrypt了資料 才Pass through 那間VPN公司 多謝 你上網 其實就是指 你用瀏覽器 或者是一些手機應用程式 經過互聯網 去一個網站 而互聯網中間這部分 簡單來說 是一個公開來的 任何人 在任何一點裡 都有機會可以監測到 你中間所傳輸的數據 那假如 這個傳輸的過程裡面 由你的瀏覽器 去一個網站 中間的傳輸裡面 是沒有任何的 所謂的加密 或者叫做encryption的話 那其實 只要有一個黑客 OK 他就很可能 在中間會看到 你裡面的數據 那其實 整個過程 所謂的黑客技術 不是真的那麼困難 假如你在一個 一個cafe裡面上網 那個黑客 就可能是跟你 去同一間cafe 那個wifi裡面的 一個喝咖啡的客人 那其實用一些很簡單的 網絡工具 我們叫Network Sniffer 網上都可以下載到 你只要監測著 某一些重要的port 443 或者80port 在這個case裡面 那理論上 他就可以看完 你中間的資料 今時今日 大部分的 網站 比如說一些 試入到 username password 登入的網站 或者是 尤其是說一些很重要的 網上銀行 或者是 股票交易 或者甚至 亞洲電視 很簡單 那試入到一些 交易的 一些比較敏感的 資料的網站 都好 那其實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 都不是很多時候了 其實今時今日的標準 我一定需要 就是會用到一個技術 叫做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那其實這個技術 就是將中間的 傳輸的過程 那些資料 re-encrypt 即是說 就算有黑客 中間在這裡 想看你的東西的時候 他看到 一堆 一堆 沒意義的code 那其實SSL 就是在說 將那些交易數據 encrypt 那它的encrypt 是由你的瀏覽器 去到 那個網站的 server 中間 就算人們看到的話 那些東西都是沒用的 那其實 以今時今日的標準來說 encrypt 至少都要去到 2048bit 或以上